电端向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公小米 上面处理一个花沙 没有热水的问题 看这个外接的水管 就是重新改动了 水管是安装电视水器的时候改的 之前墙里面预埋的 说是漏水了 抛开了重新做 洗衣机的混合法 现在冷热水都有 只不过是方向反了 现在客户反映说 它这个花沙出不了热水 只能出冷水 它家是装了一个亨温花沙 从来都没用过 换了一个热水器 打算要用 现在发现用不了 现在看热水器的冷热水管 明显是交叉接的 这也就是说 当时预埋水管的时候 不是左热又冷 现在成了左冷又热 亨温花沙 董行的师傅都应该知道 亨温花沙是有要求的 要求水管必须是左热又冷 如果是反了的话 是根本不能用的 或者说把这个法体 发挥厂家 厂家重新给改一下 也可以用 客户家的这个花沙 从安装到现在就没用过 现在有了热水器 打算用 发现用不了 因为水管是在墙体里面预埋的 现在也别无他法 只能给客户 把这个原理讲清楚 业主说 临时改一下 能用就行 那想了个好办法 刚好就把这个 袭击的混合法 和这个小喷头 给它接上 这也是特殊时期 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装上就可以用了 业主说呢 后期他把这个管子换长一点 因为另一端就可以卡到花沙 这个位置了 现在虽然能卡得上 但是这个管拉的有点紧 将来换一个两米长的 就可以用了 天天结一路 陆陆不一样 现在能借到人民币 都很难了 是吧 看这个浴贵 前两天我和那个师傅过来的 他给拍的视频 就是这一家 今天又来了 不过今天来还是有变化 灯已经装了 装修公司那边的时候 有个问题要处理一下 油烟机这里有个线 你看这个线 这个线现在穿不到那边去 要从那打个孔 但是他这个什么情况 你看这个线 这个线长度有限 你从这边打个孔过去 其实不用打 这边有风道呀 从风道那个缝隙 穿过去 这个线可能就短了 在我包里给他找点线 找点线把它做给延长 延长 延长过去以后 从这里就能接上来 是吧 走里边 而且这个空间 他不用打孔 而且没有线那么凌乱 直接出来解了吧 解了给他接上 网上还教人们怎么接线 对吧 我们师傅那会儿也教过 这样交叉的 从这边相对着拧 这边也拧 拧完了以后 从这儿打个十字扣 完了 这个切 这种活儿就叫擦屁股活儿 这就是擦屁股活儿 这个装油烟机的人家 肯定不考虑那个 然后做柜子的也不管 哎 这个活儿到底是谁的 哈哈哈 装灯的时候 已经把这些灯啊 擦座都装完了 然后 这个浴霸开关呢 它不是接线的 然后是遥控的 这就擦了擦屁股活儿了 然后叶珠 要把这个开关 固定在墙上 对 现在给这人打个眼 这个砖就是全磁砖吧 比较硬的那种 看就这种 你三脚转头上去打 打一会儿 它就这么一个小点 能转头吧 能 太费劲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 你发现打不动 立马就换玻璃转头 看 你打几 打个 打一会儿 你发现只能转一个小洞的 这种 直接上玻璃转头 三脚转头的话 能打洞也特费劲 这就是大家说的 哎 这个 全磁砖和那个 普通的磁砖 它是怎么区分的 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磁砖的话 三脚转头 一下就干进去 两秒钟都不到 就干穿了 这全磁砖 这种就有 打不动 这个是个6毫米的 先加点水 这里面是做的包管 这是空的 它只有这么一层磁砖 看 这里面是空的 这边有个架子 有个架子 这是 Louis Vuoi 好像说 那边有个架子 其实有个架子 然后浓入 它有一个架子 对它有一个架子 这个板子 那边是空的 攻击 所以大家想健碎 如果大家觉得